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孙藩元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不仅解决了自身与家人的诸多病苦,更让心灵获得超脱,找到大乘佛法的真谛。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感恩大家。 后学来自美国旧金山湾区心灵法门共修会,与各位尊敬的嘉宾分享修心灵法门初期的经历。 如果分享中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还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原谅,帮助弟子消除业障。 后学从小就是药罐子,经常感冒发烧,头晕呕吐。 中学喜欢上球类运动,引发了关节炎,泪风湿,身体四肢各处关节肿痛,大学期间尤为严重。 手腕强裹着厚厚的中药和一圈圈纱布。 宿舍的上铺同学看到后学早上痛得难忍,有时候会默默地帮助叠被子。 从小到大,父母一直带着后学跑医院,买药,打封闭,打吊针。 后来到美国读书时,也是背来了两大包药。 在中国的西医、中医、祖传秘方、美国医院等一次次的求医问药中发现,想要止痛,只能按时吃止痛药。 病痛的感觉暂时被麻痹了,药力一过,痛的感觉就马上回来了,并且止痛药,不止伤肝脏,还经常会让人偏头痛。 2010年,刚出生的宝宝因为健康问题被留院特护。 月子期间,我每天往返医院和家,又在受风寒。 从头至脚趾头,各处的关节都在肿痛,针灸也无法根治,只好继续寻找修炼方法。 在一名导博客评论里,发现了几个字,卢台长小房子,网上搜索关键字,很快查到了卢台长博客。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博文,感到卢台长开始的病痛根源,是有缘阅览过的文字信息里面,最深,最透彻,最有可能接近真相的。 并将多年来,一些人们闻之恐惧,又很想了解真相的异度空间,以佛教理论阐释得清楚明了。 原来自己和人们梦到的那些不认识的人,包括孩子,都不是异想的。 他们与做梦的人原来有着很深的缘分,而现实的种种不顺利,病痛,事故,冤结, 都与他们有着很深的联系,造成这种联系的,就是自己曾经前世今生,欠了他人的债。 后学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肯定有解决之道,很多道传到一定程度,可能寻常百姓家就无缘了解了。 而卢台长师傅,大慈大悲,将看到的宇宙人生真相毫无保留,用人们明白易懂的语言阐释清晰,这是众生之信,菩萨之大爱啊。 小房子能否治疗后学泪风施这个难治之症呢? 既然经文组合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经文,后学一线希望寄之于此,随即买黄色纸张,红笔,打印了空白小房子, 按照网上入门手册的步骤作,最难念的大悲咒,念诵了几遍之后也就顺口了。 然后发现药物从未达到的效果,几张小房子居然让手腕关节的疼痛减轻了很多。 之后又给母亲打胎的孩子,送了七张小房子。 梦见一个比自己小的男孩子,背着包走了后,晚上难忍的手臂肿痛消失了。 后学如获至宝,开始向有缘人介绍卢台长。 一两天后,梦到了一位男士,瘦瘦高高,要给后学做手术。 醒后知道梦里的男医生就是还未有机会拜见的卢台长师傅来加持。 这以后,后学利用所有可以挤出的时间,念经,听节目录音,记录台长开示的解梦等信息, 对照自己,了解如何还给各个药金者债务。 在身体的心脏,关节,腹科,头部等各处多年急患,一个个在集中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小房子,往生咒等消除后, 鬼压身和失眠症症状也很少发生了,并且当时工作压力大,复合沉重的情况也改观了。 不仅如此,还用小房子帮助到家人去除了医院意识无法治愈的病痛。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洪台长师傅。 包括自己在内,这世间有很多的人在求出世之道,都在找寻这一世结束后,我们可能去的地方的答案, 希望能够有个正确方法,可以修炼自己的身心灵,在人间就能修出成果。 卢台长师傅的白化佛法,就像一把钥匙,使有缘人可以将我们每个人的无名烦恼, 有的甚至经历过种种坎坷等,注成在内心的那扇重重的沾满累世尘埃的大门,轻松开启。 普罗大众可以傲游其间,在每一篇白化佛法中对照自己,找到业障源头,看到境界所在,开始忏悔,消夜,层层觉悟。 在没有修行前,梦境至多就是在某个地方开心游玩,而第一次看卢台长师傅伯克里的白化佛法开示当晚,就梦到一直望上在生。 每篇白化佛法里面,有道明法界真相的药义,有震颤心底佛性的慈悲。 卢台长师傅的开示,帮助我们从凡入圣的蜕变,让我们一步步了解佛菩萨的无我度众的愿力和境界, 并带领众生从狭隘自私的人间染灼中,坚定地修出每个人干净无染的本性。 后学感到这是进入了正法正道的修行之门了。 初修阶段,有了健康的身体,有了开悟响通的心灵,明白与身边人的渊解可以念经化解, 帮助一些人认识到卢台长和心灵法门,以及观世音菩萨在末法闻生救苦,传下方便自修的法门,可以化解我们的苦痛。 到现在,修得越久,越感到时间不够用,越希望此生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着师父好好修,改毛病,守戒,堵漏洞, 在今生就能有成。修心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看看世界各地精进的度人的同修们, 还有帮助海外大放生的同修们,是怎么为他人付出的,就会坚持下去。 想要懈怀时,看看师父是以怎样的毅力,不分昼夜的为众生付出的,就会努力。 在病痛禅身或烦恼,愁苦时,看看菩萨是如何奉献自己成就众生的,就会振作。 众生苦不休,自己就是苦难的一员。 坚持就有可能离苦得乐,并能帮助更多的人渡向彼岸。 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师父就在彼岸等着我们。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把众生最需要的法门和师父赐给凡天。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波士顿的林晓玲同修与我们分享。 在人生绝望之际,有幸得育心灵法门,身体疾患彻底痊愈,重获新生,法喜充满,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赫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恩师卢君弘台长,感恩祝佛菩萨及隆天护法,感恩大家。 我的名字叫马素霞,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的心得和体会。 自从2014年3月23日的夜晚,自己无意中在网上搜寻到心灵法门,看了师傅的博客和师傅精彩的看图腾案例,自己感到非常的乏喜和激动。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救度苦难众生的案例如今还离离在目。 对不起。 当时的心里是无限的感叹,记得看师傅的图腾节目的时候,自己是哭着看完的。 卢君弘恩师用他的慧眼神通帮苦难的永远人,看图腾观因果,救度了无数的苦难众生,使得有更多的人相信真的有观心菩萨存在,并深信因果,报应丝毫不差。 从此以后,我自己也开始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开始了我修心修行的道路。 我每天按照心灵法门的基础功课做起,每天早起开始念早课,然后念经文组合,也就是小房子。 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时间真的是不够用。 即使念的再累,心情都是特别的欢喜。 我通过念小房子超度了曾经因自己无知而打胎的孩子。 有一次梦到了孩子,再和自己说再见。 我才知道孩子已经超度走了。 我自己曾经有过多达十年的幼背,颈椎病的疾病。 念了小房子以后,也立刻有得到好转。 欣喜之余,告诉了女儿黄音娜。 女儿也特别开心,她告诉我,她的妇科又不正常了。 问我要不要去再抓中药吃。 女儿自小十三岁开始,妇科就一直没有正常过。 每个月的月室都不准时,而且来时都伴有较严重的痛经现象。 在国内找了多位中医,看都没有明显效果。 并且医生告诉我,女儿以后很难怀孕。 这时我女儿是个很大的打击。 来美国后,我也一直没有停止给女儿找医生治病。 可每次吃了药后,正常一个月,第二个月又不正常了。 女儿内心的痛苦,始终不能得到平息。 我心里也想,是不是还是要带女儿去看医生。 自从学了心灵法门后,才知道,这种疾病其实是业障病。 就试着按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帮我女儿开始念小房子。 当念到四十多章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妈妈在梦中告诉我说, 女儿要怀孕了。 我梦醒后,自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做这样的梦。 当时也没太在意这回事,就一直坚持给女儿念经。 过了大概三个月左右,女儿告诉我说, 她这几天吃饭,总恶心,想吐,不舒服,感觉没力气。 我跟她说,大概是你的肠胃不好,又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嘛。 又过了一个星期,女儿打电话告诉我, 她吐得好厉害,都不想吃东西了。 因为吃什么,吐什么, 我想还是让女儿去看西医,查一查吧。 再吃胃药,看看。 记得去年观音堂,吴玉中和刘师兄说起, 我女儿吃饭,老是吐的事。 她提醒我之前我做过的梦,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我怎么把这个梦给忘了? 我赶快打电话给三番市的女儿。 女儿这时还说,不可能是怀孕。 我劝她还是看医生查一查吧。 女儿再半信半疑,去医院检查了。 查完后,激动地打电话给我说, 妈妈,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医生说我怀BB了,还说很健康。 我当时听了后,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 心想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给女儿看妇科病, 从来没有起到满意的效果。 现在就是帮女儿念了点小房子, 就医治好了女儿多年的病痛。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啊。 感恩伟大的母亲,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师卢君红,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传授给我们苦难的人间, 让我们不花一分钱, 通过许愿念经放生来改变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 让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夫妻和谐,家庭幸福, 使我们得到,使我们懂得要深信因果不虚,和人世间一切的无常。 我在这里发自内心的呼吁在座的各位有缘人, 一定要相信真的有观世音菩萨在啊。 我们只要好好的修心修行, 依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 通过念诵小房子来消除自身的业障和超度累世的冤亲债主。 及早的还清自己身上的债, 消除自己的业, 一门精进, 真修实修, 观世音菩萨妈妈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感恩大家。 在我修习心灵法门的这两年时间里, 梦境中关心菩萨妈妈点话帮助我很多次, 就连我在中国的父母亲有病,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菩萨妈妈都会让我在梦中早点知道, 这样我就可以帮我父母亲念经, 念小房子, 保佑父母亲消灾化解, 吉祥平安,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在我修行的过程中, 殊胜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此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在这里再次发愿, 今生今世永远跟随观世音菩萨妈妈, 一门经济, 永不退转。 永远跟随恩师卢君红台长, 红法力生, 让更多的有缘人来修习心灵法门, 早日离苦得乐。 是心灵法门救了我, 是恩师救了我, 是观世音菩萨妈妈点化了我, 救了我的生命, 续了我的慧命, 让我懂得了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要珍惜人生, 珍惜慧命啊, 更要珍惜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让我找到了回家的路。 再次呼吁在座的各位,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要想远离疾病, 身体健康, 吉祥顺利, 赶快拿起经书, 看师父的白话佛法, 真修实修吧。 谢谢大家。 不信你们可以看看, 心灵法门, 为什么会有全世界超过一千万的信众, 他们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你们, 因为他就是那么的无比灵验, 不让你花一分钱, 只要你做到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 和认真阅读师父的白话佛法, 保证你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你从此走上佛光大道, 生活将变得平安幸福和美满。 感恩大家。 弟子马祝侠, 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 我要真心向观世音菩萨妈妈忏悔, 弟子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前, 肉眼繁胎, 不开悟, 没智慧, 做错了太多太多的事, 造了太多太多的业, 学了心灵法门后, 弟子知道了, 我们生活中的名利争斗, 还有贪嗔痴慢, 都是我们不能脱离六道轮回的独根。 谢谢。 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些独根, 努力改正身上的恶心和毛病, 踏踏实实地做人, 弘扬正法, 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 多想多做又利于众生的事, 多做功德, 慈悲为怀, 永远跟随观世音菩萨妈妈修行, 跟随恩师卢君洪台长, 弘法度重, 回到天上的家, 回到观世音妈妈的身边。 感恩南无大善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南无大善悲无物利他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 感恩大家, 今天弟子在这里分享,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原谅,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洛杉矶的马素霞同修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洛杉矶的周春宴同修, 与我们分享, 患有结肠癌的母亲,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念心许愿放生, 癌症彻底康复,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卢军红台长, 感恩所有在场的佛友们, 我叫周春宴, 是去年二月份开始学习心灵法门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们一家人通过许愿念经放生, 使母亲结肠癌康复的殊胜经历, 谢谢大家, 我母亲在国内, 2015年春节前, 因为, 对不起, 因为大便前血自家, 严重拼血住院, 检查结果是结肠癌三例, 必须马上动手术, 切除肿瘤, 得知这个消息, 觉得天都要塌下来, 我没想到母亲会得这么严重的病, 我心肌如焚, 又束手无策, 突然想起几天前, 喜洋洋年展会上, 有心灵法门的资料, 于是我决定去观音堂求菩萨, 为母亲祈福, 到观音堂后, 我遇到了姚师兄, 他告诉我, 要赶紧帮妈妈念大悲咒, 并结缘经书和念佛基给我, 之后, 我又去了寺庙, 给母亲点平安灯, 有位法师看到, 我跪在佛台前流泪, 问你情况后, 也告诉我, 要马上, 为母亲念大悲咒, 之前, 我从来没念过经, 我想, 既然这两个地方, 都有人告诉我, 要赶紧念大悲咒, 那么经文, 是不是有不可思议之力量呢? 我必须试一试, 第二天, 我又去了观音堂, 想去请教, 如何念经, 这次遇到了孔师兄, 他告诉我, 这种情况, 要马上许大愿, 念经, 放生, 我和我先生, 就按照孔师兄的指导, 跪在佛台前许愿, 并开始念经,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在观世音菩萨, 母亲手术非常顺利, 手术后, 也没有出现任何不适, 在手术后的第三个星期左右, 也就是去年的农历正月十八, 母亲开始进行化疗, 但化疗使得母亲非常痛苦, 脸色变得极其苍白, 恶心, 呕吐, 完全没有食欲, 有时化疗后, 还腹泻不止, 整个人几乎都垮掉了, 到第五次化疗时, 手指甲, 脚指甲, 全部变黑, 头发也都掉光了, 身体非常虚弱, 心情糟糕透顶, 我常常跪在佛台前, 喊着眼泪, 求菩萨加持我的母亲, 除了帮妈妈念小房子, 我有时还给她念心经, 请菩萨保佑她身体, 尽快康复, 开智慧, 能够早日自己学佛念经, 免遭化疗之苦, 菩萨慈悲, 母亲家里在农历, 二十二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圣诞日, 设立佛台, 出院后, 妈妈自己开始做起功课, 念起了小房子, 六月一日, 我们有幸打通了台长预约看图腾的电话, 八月份, 我们断然拒绝医生需要继续化疗的建议, 让母亲回家休养, 调理身体, 这样她有更好的精神和更集中的时间, 来念经, 我和母亲念完许愿的第一波六十三章小房子后, 她又许愿念小房子九百章, 并许愿半月速, 借杀放生, 我父亲也跟着一起念经学佛, 借杀放生, 母亲在去年放生两万多条鱼, 今年又许愿放生一万条鱼, 在这里非常感恩带放生的中国与马来西亚同修, 母亲出院后, 也尽量去参加当地同修组织的放生活动, 今年年初一上头香, 我许愿从此吃全素, 祈请菩萨保佑父母身体健康, 我们全家人齐心协力, 积极利用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 母亲的病情一直非常稳定, 每三个月一次的血液检查, 及半年一次的CT复查都非常正常。 谢谢大家。 今年三月初, 我梦见台长到母亲家里来, 看着我们一家人说了两句, 法喜充满, 我想我的父母, 我们夫妻, 我的儿子, 三代人都在学佛念经, 心诚则灵, 也真的每天法喜充满,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我母亲度过难关的。 果然没过几天就接到东方台打来的 预约看图腾的回殿。 感恩在我们一家最困难的时候, 给予我们鼓励和无私帮助的各位师兄。 一年多前, 在妈妈刚生病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欢声笑语还能重现在我的家庭。 而如今, 妈妈精神好, 气色好, 体重和体力也逐渐恢复, 而且这次还能从国内飞到美国来参加法会。 谢谢大家。 如果不是佛法妙用和菩萨慈悲, 如果没有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妈妈继续化疗下去, 我真的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 通过我母亲这件事, 我明白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在我们身边, 只不过我们肉眼凡胎, 业障深重, 看不见而已。 今生能听闻佛法, 遇到好法门, 我们就一定要珍惜。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做一件正确的事,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 能让更多的有缘人一起来学佛念经, 修心修行, 改变命运。 再次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卢君洪台长, 感恩诸位佛有的认真聆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让我们展览欢迎。 让我们展览欢迎。 感恩学佛念经三大法宝让我获得重生,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吴我利他恩师卢君洪师父。 感恩菩萨能让我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学佛体会。 弟子来自上海, 四岁时因做髋关节传染了集合菌, 致骨苦头患死, 导致终身残疾, 整个童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每年往返儿科医院两次, 包石膏拆石膏, 未知病腿,晚读一年书。 最后医生跟我的爸爸说, 你这个孩子这条腿就像一幢大楼中, 缺了一根支来水管子, 没有办法修复了。 从此以后的四十几年里, 我就是不能多走路, 走路就痛。 这个痛对于骨骨头患死的患者来说, 是深有体会的。 走一步路, 简直走一站路, 简直是要我命的。 这个痛可以让我大冬天出汗了。 大概在我二十九岁关口的时候, 做了一次解骨造型手术, 就是人为的将大腿骨骨头截掉一个小三角, 改变骨头的支点, 使其支撑在骨盆上。 医生说, 从理论上讲, 术后走路不会痛, 而且两条腿的长度接近, 但是理论没有真正的切合实际。 手术以后, 走路继续疼痛的状况没有改善。 为了把原先的钢板取出来, 一年后又做了次取钢板的手术。 第二年手术以后,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三十八岁生了个儿子, 又得了月子病, 两个肩膀不能吹冷风, 动不动咳嗽、感冒, 免疫力拮据下降, 严重的贫血、失眠、 妇科疾病、发脾气。 儿子两岁之前非常好待, 两岁以后开始和医院结缘, 动不动到要发高烧到医院挂急诊, 后来不忍心, 他老是被西医掉针挂水, 就找了中医。 小小年纪习惯了喝中药, 有一次帮他看病的中医帮我把脉, 说我有忧郁倾向, 我不承认, 我说我这种性格有忧郁症的话, 全世界都有忧郁症了。 可是后来医生跟我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 我哭了一个多小时,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仅身体有问题, 我的精神也有问题了。 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找寻解决的方法, 开始关注中医养生, 并交了学费, 进了网络课堂学中医。 2010年, 有幸在中医班的群里面看到有人发了一个台长的博客链接, 当时点开来一看, 是研究佛学的, 想到自己每天要记很多经络学位。 佛学虽好, 但是太深奥, 没有时间研究, 好的内容先收藏, 于是我收藏了博客链接。 一年以后, 2011年4月, 48岁生日过后, 我的腿又开始不能行走了, 每走一步路, 一根筋从脚跟抽筹, 抽筹到后脑勺。 我所学的中医, 对我这条病腿一点无忌可施。 我质问了, 难道我的后半身要靠轮椅了吗? 我的儿子才十岁, 简直不敢想象, 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在我学中医的群里, 又有一个同学, 发了一个链接上来。 我点开一看, 台上的照片再次映入眼帘。 怎么这么熟悉呢? 再点开我收藏的链接, 一模一样的。 这次我终于有耐心看了。 看到有一篇文章里面, 几句话被吸引住了。 原文哪一篇我不记得了。 他说, 经文可以像中药配方一样, 对症下药。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就几个文字组合在一起, 竟然会有致病的功效。 要不, 就是使马当活马一试试看。 随机我就点开博客左边的, 从08年开始的录音, 全部下载。 从头开始听, 还在网上找师傅的法会视频看。 这一听一看, 便无法收拾了。 越听越露迷, 越听越觉得师傅讲的话聚聚在里。 在这个五足恶事中, 终于找到了一片净土。 2011年6月开始, 为自己布置功课。 第一步, 打印所有的经文, 下载网上的经文教念, 学念经, 把大悲咒先学会。 我要治疗我的失眠, 因为录音里面说, 睡不着可以念大悲咒帮助录睡。 当时失眠的现象已经出现了, 过了午夜12点就睡不着, 到了两三点钟, 半夜两三点钟醒了就不想睡了。 到了早上七八点, 又迷迷糊糊睡不醒, 反正日夜颠倒, 白天也是魂魄不齐的样子。 记性一塌糊涂, 一开始睡不着, 就索性爬起来捧着经文念大悲咒。 念了几遍又睡已了, 再上堂睡。 用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把最难念的大悲咒背出来了。 这下可高兴了, 睡不着不用爬起来, 直接在被窝里念大悲咒。 就这样没多久, 一变大悲咒没念完, 就迷迷糊糊记不清念到哪里了。 念经把我的失眠问题解决了, 于是信心满满了。 第二步, 第二步打印所有关于小房子的内容。 我要用小房子解决我不能走路的问题。 超度我十一岁就夭折的姐姐, 我妈妈一直梦见她, 梦见一次对我哭诉一次。 自从送小房子后, 就没听我妈妈提起过她。 当时我妈妈已经是乳腺癌晚期, 我还帮我妈妈做功课, 念小房子, 菩萨保依她老人家, 没有住过一天医院, 也没有在剧烈的疼痛中往生。 我还帮我上课思想不集中, 经常跑医院的儿子念小房子, 并教会了他自己念经做功课。 面对他的发烧感冒不再六神无阻, 而是马上许愿小房子数量。 好几次许完小房子数量, 跟他一起求菩萨保佑晚上不要发烧, 让他睡个好觉, 果然一夜平安无事。 还为经常在梦中出现的小孩许愿小房子, 还为家里房子的药金者许愿小房子。 许愿念经放生, 这些都是通过听师傅录音学到的本领, 让我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 为自己念了一百三十多张小房子, 解决了我四十几年不能走路的问题。 我太感恩菩萨,太感恩台长了。 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四月, 我许愿吃拳树, 五月到香港拜师, 成为了师父的一名弟子。 拜师后回到上海, 就和同修一经六人第一次去葡萄山朝拜母亲大人, 关心菩萨妈妈结缘了两百套书给有缘人。 每进一个店叩拜时泪如鱼下, 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的千半生吃尽了苦, 最后苦经干来。 我的后半生不用坐轮椅了, 可以跟着师兄们一起到处去法术度人, 可以参加师父的法会。 至2012年拜师以后, 我已经跟着师父参加了十九场法会。 三大法宝让我获得重生, 学佛修心让我真正了解了佛法的意义所在。 我发愿我要用我的余生跟着观心菩萨, 跟着师父学佛修心, 跟着师父一起弘法度人。 生命不息,弘法不止。 做师父的好弟子, 做菩萨的好孩子,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生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如君弘师父, 我的分享完了, 如有布鲁里布鲁法之处, 请诸佛菩萨及师父吃杯原谅。 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王毅冲同修与我们分享, 通过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 儿子奇迹通过高难度的德语考试, 并在香港法会之后深受感动, 开始学佛修心,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恩师如君弘台长, 感恩诸位师兄及我的家人, 在这庄严隆重的舞台, 我有幸站在这里分享我的学佛经历,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的人能离苦得乐, 在分享中有不如法不如理的地方, 请诸佛菩萨原谅。 我叫王毅冲, 19岁从上海郊科东大学医学院毕业, 曾经是一位尽职的医生, 从13年看透了人间的疾苦与生老病死, 并为那些为高额医治费用压垮的家庭, 深深感叹人间的无助与无奈, 为此, 七一选择了保险。 成为中国大陆人寿保险业第一批代理人, 28岁就获得了全世界人寿保险行业的最高荣誉奖。 自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勤奋给很多家庭带去了保障, 但许多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告诉我, 生命是脆弱的, 即使未雨绸缪, 终究无法躲避命中的劫难。 我是个很有佛缘的人, 早在20年前就请了一尊观世音菩萨, 虽然没有修行念经, 但逢庙必拜。 2013年8月16日, 感恩孙师兄的指引接触到了心灵法门。 2012年香港法会的视频第一次看到台长, 台长的开示聚聚入心, 是我渴望已久的声音。 这就是我的师父。 看完视频, 我做了今生最重要的决定, 跟着台长学佛修心, 一生一世永不退转。 三天后, 我发愿终生全数。 2014年6月23日, 在香港拜师, 正式成为了恩师的弟子。 跟随恩师弘扬佛法救度众生, 是我毕生的信念。 2014年11月15日, 进入心灵法门一年以来, 我们家发生的奇迹故事数不胜数, 在这里只列举一二。 我五年之久的慢性支气管炎几乎痊愈, 现在家里已经听不到我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变得安静了。 我的腰椎盘突出症, 近年没有发作过。 和先生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很少争执, 更别说吵架。 生活过得充实而踏实, 安全感与满足感与日俱增。 我儿子在德国留学, 德语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洪宝是世界文明的德语学校, 他的严谨有目公读, 合格毕业的要求是达到母语级别。 A1 A2 B1 B2 1 B2 2, 每个级别学习五个星期参加晋级考试, 语法写作阅读听力口语五项, 如果有一项不合格就重新读。 五个星期后再考, 不合格再学再考, 直到考过。 德国人的认真是全世界第一, 绝不可能说情的。 另外学费是650欧元一个星期。 儿子很用功很努力, 但是越往后越难, 帮他办留学的德国朋友给我打个预防针, 后面的几次考试几乎没有一次通过的, 但我坚信,儿子一定能一次通过。 9月5日,儿子参加比一考试, 我按照师傅的开示, 运用心理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 考试前几天送了一张准提神咒自修经文给孩子, 考试当天早上去放生, 然后去弘法。 下午考试时,我在家佛台前上香念经心经准提神咒交替则念。 晚上11点儿子来电话,说没有通过。 但是,阅读的考期难度超过他们所学, 准备周一去找教导主任。 我和德国的女友沟通, 她认为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是不大可能改变的。 期间,我不断地念准提神咒, 因为师傅开始考试完分数没有完全出来前念准提神咒。 9月8日,中国时间下午5点,德国学时间11点。 儿子打电话来,兴奋地说:"妈妈,教导主任同意我的意见, 让我明天开始去比亚尔班上课。 感恩菩萨慈悲加持,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5个星期后,参加BR1考试。 据说一次通过的学生几乎为零,同样的放声念经许愿。 晚上8点,考试结束。 儿子来电话说:"实在太难了,不过我觉得我发挥的挺好。 晚上11点钟,她网上留言:"顺利通过了。 11月14日,谢谢。 儿子参加最后的考试,BR也是最难的。 结果,再次顺利通过。 平时冷静的初期的女朋友从德国打电话来,激动的边哭边打。 她说:"小家伙创造了一个奇迹,创造了一个记录。 为中国学生争得了荣誉。 我告诉她,我学佛念经。 她说:"难怪。 儿子考完,但是还有儿子考完说,一半的题目是拆的。 居然能够全部猜对。 小朋友其实在无意之间,已经感受到了佛法的神奇和菩萨的无限慈悲。 远隔万里,寻常的母亲大都会担忧牵挂,患德患失。 感恩心灵法门,感恩师父的教诲,让我学会用祝福带起了牵挂,用祈愿带起了担忧。 我每天为孩子念经祈愿,把孩子交给观世音菩萨妈妈是最好的安排。 只有心无挂碍,才能无有恐怖。 我每天生活在安心、自在与法喜之中。 这都是佛法带给我们的,这都是心灵法门带给我们的。 谢谢。 更加殊胜的是,儿子今年七月份去香港参加法会。 去之前他跟我说,妈妈,我只是尊重。 孩子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成长,接受的是西方独立自主的教育,而且很有个性和见解。 但是,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到师父的庄严,慈悲,智慧与幽默,终于他念经了。 感恩佛光普照,感恩师父的剥弱智慧。 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小佛子,心灵法门又多了一位小护法。 谢谢。 今天,今生,我真的很荣幸,在不惑之年,遇见的恩师,让我懂因之果,开智慧。 心灵法门让数不清的家庭,重新获得了幸福。 这一切不用花一分钱,为什么我们不早日开悟呢?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让更多的有缘人放下执着与偏见,一起来学佛念经,让心灵法门光明。